张化县政府为了将现产优先红龙国打造一个充满台湾农业创新精神 值得信赖、品质极佳 上丁的张化红龙国品牌形象 23日上午在新闻处前咖啡一郎办理 张化县红龙国品牌行销设计大赛宣传记者会 记者会由农业处长郭丑哲主持 张化县农会总干事廖正贤 二林镇农会总干事蔡施杰 竹塘香农会总干事詹光训 蒲岩香农会总干事施明华 新闻处副处长吴珍祥等贵宾与会 张化县的红龙国不管是品质 还有我们的单位生产的面积 都是在全国是佼佼者 所以我们张化县政府为了提高 我们这些高经济的产值 我想这个红龙国这个外销 日本的市场是非常深受肯定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将我们的 这么好的红龙国能 加以包装加以设计 成为一个我们张化县的自由品牌 在世界上向纽西人的祈祝国能发光发乐 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新闻 让所有各地大专院校的学生 设计系的学生 还有一般的人士 大家共同来参理这个设计 让我们增加我们红龙国 这个能见度 还有一个更好的形象的推广 今天我们所有的能够来知道 就是我们今天为了 把这个品牌做一个设定设认 所以来办理这个品牌设计大赛 当然这个提料 就由我们青少年朋友 设计的一些规划的一个大师 大师级的这些人来参与我们产业 以外我们最重要的 也希望能够把火龙国 以藉由这样的品牌的确认 能够走出去 然后把跟国际 所谓的国际接轨 可以把它扩大 扩大这个产业面 所以我们火龙国 确实是藤架上的红宝石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一起来把它擦亮 张化现红龙国品牌行销设计大赛 首奖奖金高达八万元 总奖金十三万五千元 活动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五月十七日止 希望全台大专院校相关设计系所的学生 社会人士踊跃报名参加展现创意 为张化现红龙国量身定做品牌logo及标语 重点核参加战亚 一曲检业 一曲检设计 一曲检设计 谢谢观看